这个狠人科要太猛遭报应了 决斗进行到一半就吐得稀里哗啦 再强的鬼位也经不住科要瞎折腾 要知道那都是折损生命才获得的力量 吐完之后杰克的肌肉瞬间缩小一大圈 决斗装逼帅不过三分钟 虽然变身之前他真的很猛 浑身变子进入丧尸状态 一脚就能把刃牙踢飞20米 经此一击刃牙直接被干爬了 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像个死人一样 但杰克很快就被药物反射了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手臂像是要被掰断了一样 此时杰克的身体已经完全超负荷运转 科要的副作用全面爆发 于是就有了开头丧尸和绿茶的故事 红叶医生经验丰富 一看到杰克的样子就知道要出大问题 好心上台想把杰克拉走 没成想直接被一拳打出界外 虽然杰克的肌肉变回了正常的尺寸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打了 每天24小时的锻炼可不是白练的 杰克的战斗纯度依旧高的离谱 但是时间不等人 任牙只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体内大量嗜血经不起半点拖延 见此情形杰克弹射起步 立刻冲到任牙面前 一套组合拳招呼在任牙身上 双手左右开弓每一拳都像大炮轰炸 到最后杰克直接骑在了任牙身上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任牙的背上居然亮起了诡异的红光 趁着杰克愣神的功夫 任牙倒挂金兜一脚掀翻杰克 局面在这一刻陡然发生变化 任牙就像是重新获得了力量一样 一时之间居然完全压住了杰克的气势 他想跟哥哥打个赌 如果接下来的这一招不能击败杰克 那么稍后他会自动认输 很显然任牙是想用被摔解决对手 杰克咬着牙拼尽全力压低重心 他的心理非常清楚 只要撑住这艰难的20秒 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他 另一边任牙也是不遑多让 全身斗气暴涨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杰克的身体飘到了半空中 虽然还没摔倒 但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质点 这一场决斗任牙实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意外间解锁贩马家族天赋技能鬼背 在距离的加持下 杰克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一口铁齿铜牙最后磕的吸髓 好消息是他没有被摔死 坏消息是他被活活勒晕了 看到眼前的杰克已经没了动静 任牙大喘一口气将他放在地上 这场战斗的体能消耗完全超乎想象 任牙跪倒在地久久不能起身 直到德川老爷子带来了象征胜利的金腰带 闪亮的狮子头就在眼前 但是任牙却没有力气站起来 最后还是杰克过来扶他一把 将绷盖绑在任牙的手臂上 两兄弟不打不相识 这时杰克已经完全承认任牙的实力 泛马任牙配得上这个冠军 38名国内外顶尖舞者 经过30轮死斗决出的胜利者 无败之王泛马任牙成功未免冠军 台上的任牙收获无尽的荣耀 而下台的杰克却惨了 勇次郎早早在地下车库等着儿子 没想到杰克不仅输了比赛 最后还带着一身伤病来见自己 勇次郎一脸不屑转身就走 但对杰克来说这可是七尺大路 下一秒他张开血盆大口扑了上去 诡异的是他居然什么都没咬中 反倒被勇次郎一爪子掐断了大动脉 勇次郎表示啃咬只有在打野战时才有效 对付他则是毫无用处 紧接着他还用自己的方式 教会了杰克尊老爱用 暴打结束之后勇次郎扬长而去 没想到任牙会比杰克更强 他对自己的小儿子更加有兴趣 决赛打完的第二天 任牙刚恢复状态就回到竞技场内 平常来这里打架都有一群观众围观 却不想这个时候赛场空无一人 任牙随手抓起一把沙头 等到表面的沙子全部绿掉之后 底下都是舞者被打碎的牙齿和骨头 虽然战斗很残忍 会拒绝登上擂台 这里只有纯粹的胜利和战败 正是因为如此任牙才要坚持打下去 目标是走出竞技场寻找更强的对手